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派人求见北京领导 主要跟南韩对话 现在要跟美国谈判 但北韩的话能相信吗 大家好 我是李宗盛 欢迎收看时事求是 带您掌握全球进行事 第五届的海峡论坛 在厦门举行大会了 会中北京当局公布了 多项的会台措施 其中包括了新增加郑州 武汉等等13个 赴台自由行的试点城市 而大陆的政协主席于正生 还向台独喊话 他指出只要有改善 跟发展两岸关系的意愿的话 就欢迎他们到大陆 走走看看 海峡论坛向来被视为 大陆对台交流的重要平台 每年重头戏 就是发布对台惠明新措施 公布前大陆政协主席于正生 先向台独喊话 即使是那些曾经支持过 追随过 从事过台独的人 只要他们有改善和发展 两岸关系的意愿 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大陆 走走看看 进无席会后 大陆新领导班子借论坛再抛风向球 除了从口头上试善意 更进一步宣布多项会台措施 包括在大陆换补发台胞镇 从现有的九省市增为二十个 新增郑州武汉长沙的十三个 赴台自由行试点城市 并简化两岸居民往来手续 另外台生还可比照陆生 想创业培训补贴 多达三十一项促进两岸交流新措施 涉及人员往来旅游就业 基层调节版权交易等多个面向 今天新闻李宗旺杨齐浩 福建厦门采访报道 今天的时事求是节目现场 为您请到的来宾 是台大教授张灵珍 张教授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 好 教授我们第一个想要请教您 就是在这个吴席会的时候 这个吴伯雄他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一中架构 那这个被视为 被多方面视为 这是一个马政府方面的一个突破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大陆方面 过去提到对于讲到 这个所谓的台独分子到大陆的时候 是说只要愿意放弃台独理念的话 放弃台独主张的话 欢迎他们到大陆 但这次我们看到的 这个政协的主席于政生 他提到的却是说 曾经是支持过台独的 但是他现在没有把 你是不是现在还是支持台独 作为访论大陆的一个先决条件 换句话说呢 就算你是支持台独的人的话 你也欢迎到大陆来走走看看 您认为在这个方面的话 能不能算是大陆的一个突破 我想习近平主席上台之后 他对台湾的政策显然是非常的积极 而且也显得比较宽松 那我想这个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大陆现在非常的自信 无论是对美国 无论是对台湾 他们都觉得就是说 大陆可以做的更多 而不必惧怕他后面的这个后遗症 所以我想您刚才提到 就是说吴伯雄主席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 他提出来就是说一中架构 而且强调就是说九二共识跟反台独 这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基础 但是更进一步呢 他强调两岸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两岸是这个在一个中国的这个架构之下 那他用一中架构来回应大陆的一中框架 就稍微做了一点点的改正 可能是台湾人比较敏感 对于有个框字就觉得好像被框住了 所以用一中架构来回应 但这个回应显然是非常积极的 因为就等于两岸好像在这个一级上头 有所畅和 而且有所交集 所以这一点是很鲜明的一个 就是积极的这种可以说是发展 那么这一次于正深这个政协主席 在海峡论坛头特别抛出来 就是说希望就是曾经是 或者曾经追随过这个台独的主张这些人 他也是欢迎他们到大陆去走走看看 就是条件放松了 那条件放松也显见就是说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自信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大陆也要为他的未来的跟台湾打交道 预作准备 因为今天马政府的支持度非常的低 所以2014年大家都不看好 这个七合一的地方选举 国民党能够胜选 那2016年虽然是中央执政的一个选举 可是也许老百姓会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风险还是存在的 如果在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这个三年里头 民进党在所谓的中国政策上头 做某些实质的这种转型或者是改变的话 那么当然他要给予鼓励 那么所以他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号召更多的 绿营的人士管你是铁杆台独了 或者是温和派了等等 你们都来走走看看 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去过大陆的 你们来了看了走了接触到了 也许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 事实上你去走了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台湾的未来 如果不是复利于中国大陆的话 其实它前景是很黯淡的 而说到这个部分呢 我们讲到这个马英九 他这个2011年在进行这个 他的连任的造势的过程当中 他曾经提到就是说 他的第二任要推动这个两岸的和平协议 还有军事互信机制 但是在那个当下 就是2011年的夏天 几乎是两年前了 收到了这个台湾的民意强大的反弹 他马上就把这个话不但是收回来了 而且还加了这个十个条件 等于是十个警哭咒一样 而到他这个当选 然后进行了这个就职演说以后 他就他改变后的立场是始终如一 换句话说呢 一般都认为他不太想走进两岸政治谈判的 这所谓的深水区 但是曾几何时 就是上个礼拜 吴伯雄去了这个北京 然后见了习近平以后 抛出来的这个是回应了 这个一中框架的作为一个一中架构 那这个就会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 就是同样的是一个马英九 那讲的是同样的一个立场 他原本是支持政治对话 后来变的是给政治对话放了很大很大的框架 而到现在他似乎又回来支持政治对话了 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形容 这样的一个描述是一个正确的话 您认为马英九他心里是在想什么呢 我觉得那就反映出来 马英九他性格上头的犹豫 和他的那种抗压性的不足 也就是说外界给他压力很多的时候 他原先其实我们知道 马英九在很多理念上头 比如说追求终极统一 那么两岸必须要透过这个政治协商 来终止这个敌退状态 建立军事互行机制 签订和平协议 签订和平协议之后 那这个统一的事情以后再谈了 因为这个路程很遥远 我觉得马英九他原始的想法应该是这样 但是一旦有内外压力 这个双向而至的时候 那他就可能修正自己的立场 所以这个正硬就说马英九抗压性低 而且他对自己的主张自信心也不足 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 他在2007年竞选的时候 曾经说过终极统一 曾经说过要签和平协议等等的 那到了第一任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问题我都不谈了 可是到2011年又要选举的时候 他要去争取那些蓝赢的选票 所以他又开始说未来十年了 这个议题我们是避免不掉的 可是等到一旦选举之后 结束之后他又反悔了 到今年到现在2013年 好像他又转了一次性 所以这证明就是说马英九是一个 自信心非常不足 而且抗压性非常不够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外界压力如果给他够大的时候 那他就会转变 那今天为什么马英九会转变 我的感觉上头是 马英九现在的支持度 已经跌得只剩百分之十几 就在这里徘徊 很难上去 马英九必须明了 他最大的弱点是在内政上头 而内政上头 无论你做什么改革 其实你如果不通盘考量 然后想到每一步走了之后 下一步的回应是怎样 你就贸然的推出一个政策的话 事实上你是陷入到民进党的陷阱 因为很多的口号听起来很响亮 比如说公平正义 要抽正所税 比如说反应价格要油电双涨 比如说我要嘉惠学子 落实12年国教 那比如说台湾的这个未来的 这个经济发展 你需要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所以我们要支持合适的续建 你每一个政策其实可能都是好的 但是你的沟通不足 然后你推出的时间 出台的时间不对 然后结果就造成了非常大的反效果 到最后你都要改 比如说正所税现在要改 他现在还强行推12年国教 也许真的12年国教明年实施之后 后来又还是要改 因为你现在所有配套措施都没想好 所以这些点我想马英九应该看得到 那马英九的政策强项是什么 从他2008年上台之后 他的政策强项就是两项 这两项其实是互为关联 互为表里的 影响就是两岸政策 两岸政策上头 他有50%以上的支持度 那大概都是不太成为问题的了 那跟随着两岸政策 受到大家支持的 就是活路外交 对不对 所以你的强项在这里 你的强项正好是在野党 民进党的弱项 所以你应该去打你的强项 不要去打在野党的强项 因为你在野党在内政上头 他什么都有话讲 可是只有在两岸问题上头 他没办法跟你比 这一里路的鸿沟 看起来是一个很小的距离 可是实际上是 好像登陆月球一样 是很大的一步 所以我觉得马英九 也许看清楚了 他现在的强项是在 两岸政策上 你如果要历史定位 你如果要在台湾继续赢得 就是选民对你的政党的支持 你当然没有连任的压力 可是你政党有继续执政的压力 所以你就必须要改变你的政策 我们期待就是说 他这些反应是表示说 他看到了问题之所在 好 如果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这个马英九是看到了问题之所在 换句话说呢 他这一次这个再改变 不要又是过了一阵子以后 因为这个内政的压力 让他又变了第三次 这个样子 变成了是有这个四个不同的版本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事实上呢 马英九在这个前两个星期 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有提到 就是他事实上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这个一中架构啦 或者是诸如此类 就是两岸问统一之前的 这个合情合理的安排的 做一些做研究 然后他讲到的就是说 这不管是人家称为二鬼也好 三鬼也罢 或者一点五鬼也行 通通都没有说过反对 通通都没有说过不行 而这一次在20号的时候呢 在北京就要举行一个北京论坛 然后在这一次呢 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重要的 这个思想型的政治人物 乃至于学者专家参加 您也是预会者的其中之一 能不能告诉我们 什么是北京论坛 而他跟这个马英九 乃至于目前两岸 关于政治谈判的一些准备工作 他的关联性又在哪里 我想北京论坛 跟去年举行的台北论坛 反而是轮流在举行 他的用意呢 当然就是创造一个平台 让这个红蓝绿三方面的 这个相关的学者 或者政治人物 在以个人身份为前提的情况之下 参与这个论坛 然后把各自的不同的想法讲出来 看能不能够就终 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然后大家能够在这个政治议题上头 慢慢地来化解这个分歧 求同存异 我想他的目的只是在这里 可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论坛前几次在海外举行 在比如说在澳洲举行 在日本举行 然后去年在台北举行 今年在北京举行 那前两届因为在海外举行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是去年在台北举行 是一波三折的 因为他本来预定是要7月举行的 结果推迟到了11月 所以这个推迟的原因是什么 那他们就是说 这个大陆的余会者 有各种各样的背景 比如说有这个政府官员的背景 比如说有这个前这个军队的 这个军方的这种背景 所以不让他们来 很多人还是最后没有来 所以可见就是台湾在去年的时候 在这个政策上头 其实还是比较犹豫的 而且就是说跟政府有关的一些智库 他们要希望能够合办 但是就是说主旗事者 像张亚中教授 他是希望两岸的智库 能够来合办这个会议 但是台湾方面就智库 绝对不愿意挂名 那这一次在北京方面的话 举行的这个会议 大概台湾的智库也不会挂名 就是智库的负责人 一个人的身份去参加 那个会谈 我想不管内中有多少曲折吧 那至少有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让各方的这个不同的意见 呈现出来 然后就这种唇枪舌剑的过程当中 找出他们的火花 然后看能不能寻求到交集 至少我觉得他们请了很多绿营人士了 那我想这些绿营人士 当然很多人是照本宣科的 像去年的话 像吴钊燮了 陈明通了 讲话可能很幽默 但是他的立场是非常的 就是说劳不可可动的 但是也有些人是比较就是温和的 希望变的 但是即便希望变的人 他的立场也没有做根本的改变 比如说郭振亮这些人 所以我想经过这种轮流的 不断的在各个地方举行的这种会谈 透过就是你说的二轨 或者一点五轨 这样的这个对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增加了解 这个会议我们基本上就是 希望能够在认同和互信 这两个问题上头得到解决 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是 既没有共同的认同 也没有政治上头的互信 所以这两个赤字 要怎么样把它米平打平 这个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 好的 非常谢谢张教授 休息一下之后我们继续进行 欢迎回到我们继续城市的节目现场 过去这两个礼拜 全世界最大的新闻 不是叙利亚内战 也不是土耳其政府强势地处理 第一大城的示威活动 而是一个没有人看到的秘密行动 有美国的NSA 也就是国家安全局所主导的 临近计划 对全世界各个国家进行网路间谍活动 而且还对美国的公民进行监控 这引发了全世界舆论的质疑跟反感 揭发他的不是别人 是一名前美国国家安全单位的雇员 而这起事件可以说是 人类进入第21世纪以来 最大的一起揭秘案 当欧巴马总统一派轻松地 在加州阳光庄园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非正式会谈时 他内心恐怕是焦虑不安 因为此刻不止美国 全世界都铺天盖地 追踪史诺登揭秘案 这起案件会不会掀起 类似1972年水门事件的政治风暴 不少人难免有联想 毕竟当年水门案 成了迫使尼克森总统下台的主因 DNSA specifically targets the communications of everyone it ingests them by default it collects them in its system and it filters them and it analyzes them and it measures them and it stores them for periods of time simply because that's the easiest most efficient and most valuable way to achieve these ends so while they may be intending to target someone associated with a foreign government or someone that they suspect of terrorism they're collecting your communications to do so 美国国安局前派遣员工 史诺登 今年29岁的他 外表斯文 甚至有些苍白 看来毫不具杀伤力 却踢爆了美国近代史上 最大规模的勤搜行动 冷静计划 最骇人听闻的是 根据爆料内容 美国国安局 可以任意监控任何人 而非仅针对疑似恐怖分子 根据史诺登爆料的内容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情报单位 美国国安局 NSA 无时无刻 随时随地 监控着地表上 每个人的电话通言记录 和网路活动 我们这才赫然发现 小说电影情节中 老大哥式的监视 原来真真实实存在着 威胁着所有人的隐私权 这也是史诺登 和维基解密创办人 阿桑吉最大的区别 维基解密公开的档案 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 等机密文档 涉及美国所谓国家安全 而非一般公众生活 不过经过911恐怖攻击的美国 或许内在已经发生了质变 史诺登的揭秘内容 和当年的水门案 同样引起轩然大波 但华盛顿邮报 和皮优的民调显示 如今在反恐的大旗下 不少美国民众 愿意为了国家安全 牺牲个人隐私权 不过这份民调也显示 民众对政府监控电子邮件的态度 较为保留 52%不同意 但也有45%的民众 同意政府监控 以阻止可能的恐怖行动 欧巴马在加州被记者追问时 重复了20次 美国的监控计划 受到国会和法院监督 但他也直接了当地说 美国民众必须有所取舍 史诺登对英国卫报 揭露了一份41页的 PowerPoint报告 包含前所未闻的最高机密 冷静计划 显示美国国安局从2007年起 便直接从微软 雅虎 Google 脸书等九大网路服务商的伺服器 截取私人通联记录 情报机构可自由搜集 包括电邮内容 及时通讯 甚至你在网路上搜寻过的所有记录 而在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 相继大幅报道了这个机密计划狗 美国国安系统也几度澄清 他们完全依法行事 法院是2007年小布希任内修正后的 外国情报监督法 VISA 以及爱国法案 但不少议员忧心 法律的诠释是否受到拥躯 为了缓和民众的疑虑 强化监控计划的合理性 国家安全局长亚历山大 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中强调 监控计划成功阻止了几十宗恐怖事件 情报局局长克莱佩 罕见地接受媒体专访 他说这项计划是由国会授权 并受到一个秘密法庭的严密监督 不能随意锁定美国公民 还并痛指美国最高机密被揭露 对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但在香港专访史诺登的卫报记者 葛林华德不以为然 这次的揭秘案是美国国安局成为主目焦点 国安局一向笼罩着神秘色彩 形势远比中情局更隐秘 甚至有人戏称国安局的英文缩写NSA 实际上意味着无此机构存在 No such agency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国安局 目前正在犹他州的沙漠建立新的监控中心 占地超过100万平方英尺 里面将堆满光纤缆线和电脑 用来储存截取的电邮 电话通联记录等个人资料 虽然国安系统表明 棱境计划对于保护美国人有其必要 并未践踏隐私权 但美国主要的民权团体ACLU并不采信 他们已在纽约对联邦政府提出诉讼 要求法院下令欧巴马政府停止监控计划 好 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刚刚欧巴马他说过 就是说为了整体的安全起见 你不能要求100%的安全的同时 又要100%的隐私 而且不方便性的话 还要低到0% 欧巴马说在这中间你必须要做一些取舍 但是在这一起的案子 这个大案子大揭秘案 我们不能说是揭闭案的发生 我们来看的话 您认为欧巴马政府在做取舍的时候 是不是有些地方还是让人觉得过分了一些 我觉得其实这个美国窃取各国的资料 它其实不是时至今日了 大家大概是从这个冷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 而且在911事件之前 欧洲国家其实已经警觉到这个问题 欧洲国家就说 因为现在大家其实每个国家都用GPS比较多 欧洲当然想发展他们自己的体系 但是这种进入这些社群的网站 窃取资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所以欧洲就在说 他们是不是要给他们自己的这些资讯 有一个加密的这个做法 来防返这个美国的窃取 但是这个事情讨论了三个月之后 就发生了911事件 所以911事件之后 美国就是以反恐为名 作为借口了 它更是冠冕堂皇的 来进入到私人的或者企业的 或者其他国家的相关网站去窃取机密 而那些本来对美国做这种事情 觉得说很反感的 认为是所谓白种 Yangalu 沙克斯文人这些国家 包括美国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加拿大 这些人做的事情是非常令人不值的 我们应该要反对他们的 可是因为主要事件一发生之后 大家都被反恐这个大议题 给震慑住了 所以欧洲这些国家 有些甚至还帮忙 这个美国去做这件事情 就变成是筑竭为虐了 那美国人也就越来越嚣张 甚至从意大利直接绑走 这个他认为是恐怖分子 后来造成意大利政府非常的不满 就去追击这个11个美国人 所以从这些事情你看出来 美国在这个以反恐为名 而侵入到各个私领域去 或者是公领域去 窃取这个各种的情报的机密 或者是商业的机密 或者是个人的这种自由 言论自由的机密 是非常泛滥的 所以今天这个习欧会 这个习奥会的时候 在美国 美国还拿出这个问题来说 你们这个中国大陆 有太多骇客来进入 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些体系 让我们损失了很多很多的机密 结果其实就在当时 大家就爆出来了 说这个美国个人的隐私 被侵犯的问题 然后紧接着就是 斯诺登的爆料 那这两件事情 很明显的证明 就是说美国人是 做贼的人喊抓贼 所以这个美国的立场 是绝对不值得同情的 所以欧巴马说 你要百分之百的安全 还是你要百分之百的隐私 你必须要就是说 这个做个衡量 那我觉得欧巴马的这个掌握 显然是不够的 他显然是偏袒的安全 以安全为名 而无所不用其极的 去侵入各个人的隐私 包括他美国国内的 还有国际上头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欧巴马应该要检讨 而的确在这一次 欧巴马跟习近平的会晤里面 我们后来看到的就是 美国人对于所谓的 大陆的这个网路的 骇客攻击 他们事实上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这个界定 就是他们所指的 网路的攻击是 完全的商业间谍 事情的攻击 换句话说 这也不在这一次 这个揭秘的主轴里面 因为主轴里面 美国人基本上 不只是美国人抱怨 那个中国大陆 对美国进行 骇客攻击 而美国自己呢 也是对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国大陆在内 进行国家安全式的 网路骇客攻击 所以呢 在这一次习近平 跟欧巴马的会晤里面 他们就抓得很清楚 就是他们还是要 跟大陆抱怨 但是抱怨的 跟国家安全的 不是有关系 而是跟这个商业间谍 也有关系 换句话说呢 尽管在这样的一个 不适合他们的一个 大范围 大气氛的环境之下 他还是可以 振振有词的 对这个习近平呢 对这个中国大陆方面呢 提出这个抱怨 好 休息一下以后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 时事求是的节目现场 揭发这个PRISM 也就是棱镜计划的 Snowden呢 他站在美国 欧巴马政府的角度的话 当然至少是一名泄密者 甚至呢 会是一名叛国者 但也有许多人认为呢 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者 是一名英雄 因为呢 他的思维基础 是已经超越了 一般的法律 而进入了大是大非 所以呢 这个张教授 我们想要 用这个来当一个影子 比如说 纽约时报 就给这个Snowden 这个人做了一个定调 他在社论里面 给予他的是一个 肯定的态度 然后他认为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公民抗议 Civil disobedience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不服从的精神 就是说 他看到了一件事情 他尽管呢 他是在一个 法律的规范之下 但是他认为 这样的一个法律 他必须要用 打破的方式 来凸显他的不合理性 即使因此呢 他要接受 那不合理的法律的制裁 他也心甘情愿 我觉得Snowden 这个人 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 他不只是说 这个是合法 但是不符合正义 不符合这个 这个隐私权 或者是言论自由权 所以 他挺身而出 他知道他本身所冒的 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在美国来 对美国政府说 他当然是 不只是泄密者 是违法者 而且是叛国者 但是我想Snowden 他是说 我不是一个盲目的 爱国主义者 我不觉得 我不认为说 以爱国作为前提 以这个保护国家安全 作为前提 政府就可以不受 这个监督的为所欲为 我想民主政治 大概都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人性本恶 所以有权的人 我们都相信他会滥权 因此我们应该要给他 更大的监督 所以我觉得 Snowden这个年轻人 才29岁 我觉得他是 非常有争议感 而且非常有勇气 把这件事情给他揭露出来 那他当然知道 他自己冒了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他现在跑到香港去 躲了起来 他认为说 香港是一个 有法治的地方 至少香港人 有英国人的 这个法治的传统 所以他 他想 想就是说 当然我想他除了讲说 香港有这个法治的传统之外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香港 跟他有挂钩的是中国大陆 那可能可以提供他一些 比较大的安全感 您认为就是说 这个香港的表现 就是香港可能会有的表现 不管是香港的警方 因为我们晓得香港的警方 跟这个美国的执法单位 在过去这几十年 他们的合作是相当的顺畅 那有没有可能 就是站在这个香港的立场的话 就纯粹就执法的角度 美国希望能够引渡他 然后香港的警方 就真的是去逮捕 Snowden这个人了 我们完全是从司法的角度来看 或者是说 就像这个教授 您刚刚提到了另外一个角度 那可能就是外交的角度 或政治的角度 就是香港的背后 现在是有中国大陆在撑腰 还真正是由中国大陆来主歧视 因为这个事情是要政治解决 还是要法律解决 事实上是存乎于 北京领导人的这个学念之间 或者是这个转念之间 就两者事实上 属于两可的状态 那您认为他可能会 北京当局会做一个政治决定说 让他用司法方式解决 还是用政治决定的方式说 让他寻求外交的途径解决 我觉得其实这两种可能性是都有的 因为第一个讲来 就是从司法的途径来解决的话 因为这个美国跟这个香港之间 在1996年签订了这个引渡的协议 所以如果根据这个引渡协议来讲的话 如果是符合条件 就是说在双方都认为是犯罪的 而且都这个刑期至少都在一年以上的 那如果是香港愿意的话 它是可以引渡的 当然香港政府现在觉得 比较比较 就是说这个引渡的问题 最后是要 就是说香港只是特区政府 那个外事权的部分 其实还是要由北京来派版定案 那到目前为止 你看北京的对这件事情 它是不表态的 它说这个事情我知道 但是我们没有评论 那香港因为司法制度是很健全的 所以香港也可以就是说 找个理由 当然这个理由是一定就是说 这个Snowden可能违反了香港的某项法律 来对它进行起诉 那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是对北京来说 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因为如果香港起诉了它 而又判定了它 因为它有终审权嘛 那又判定了它是应该要拘留 那它所攜带的一些机密呢 就都可以就是取得了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为什么要取得这个机密呢 因为这个Snowden 它说从2009年开始起 这个美国政府对这个中国大陆和香港 就进行了非常大量的这个资讯的这种窃取 所以就是害客了 不断地害中国大陆跟这个香港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好的 对中国大陆来说 我没有介入 可是司法的途径解决的就是这样 对香港人来说 你没有介入 我们自己的终审法院 做什么判决 那表示说你尊重我们的一国两制 就是凸显我们香港的自主权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北京 要解套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如果说你把它推着政治或者外交解决的话 北京就会变得很麻烦 因为一旦卷入到这个问题里头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跟美国做某种程度的交易 政治上头外交上头的交易 而这个交易呢你要说是要对中国大陆是绝对有利的话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就会陷入比较麻烦的一个境界里头去 所以我想北京当局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表态 他正是还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香港政府他现在已经表态了 说我们要按照这个体制 按照法律的程序来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北京给他的一些暗示 所以我觉得用司法途径解决 虽然是这个斯诺登他会被拘留 可是他的人身安全会得到保障 他如果说以说你三个月的居港权到齐了 我就把你送走 那就很麻烦 因为斯诺登到哪里去呢 谁能够给他这个足够的这个安全的保障或政治的庇护 那对斯诺登来说前景是比较不好的 我自己呢在美国待的时间稍微比较久一点 那我自己呢也稍微有一种感受 就是在于关于这个人民的隐私权的这个部分 那美国人对于这个隐私权的注重 还有呢对于这个政府可能会侵犯人民隐私权的这个敏感度 要远比其他世界其他的国家要来得高很多 比如说呢现在这个台湾方面 现在也在进行这个有关的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法律的修订 那而且呢他给予这个国安单位的这些监听等等的权利呢 事实上可能已经老早就超过了欧巴马政府 现在正在做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是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的话 他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的大问题 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 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尤其他还进入到宪法第四条修正案的层次 也就是呢国家不能够对一般的人民进行这个有问题的 或者是不合法的搜索 而在这个部分的话 虽然这个欧巴马政府已经授权 而且他们也说这是经过了这个国会的监督以及法庭的批准 但是呢还是有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报道里面讲的ACLU 就是美国民权联盟 他们还是对这个美国政府提出了告诉 认为他是侵犯了宪法第四条的修正案 为什么美国人对于这个隐私的部分 他抓的那么的紧 那么样的一个敏感 就跟其他的国家就拿 跟台湾现在目前在经由的立法来讲的话 差别就很大 我想这是国情的不同 而且还有人民的重视的那个程度的不同 你看这个Snowden的事件发生之后 美国有一个民调 就是说到底美国政府应不应该 定Snowden罪 结果有35%的受访者 他认为说不应该定Snowden的罪 那认为说应该要定他罪的呢 只有25% 那其他还有40%左右的人呢 他们还搞不太清楚 就是说不知道 就是该定还是不该定 就是对这个事情不了解 我想美国的这个开国的这个先贤呢 这个Franklin讲得非常好 就是国家安全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整个的制度 你不能够说只是为了维护安全 而去侵害到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 就是美国的一个政治上头的传统了 而且美国也比较重视就是说 政治人物的诚信啊 会不会说谎啊 你像尼克森呢 他这个监听他就付出了很惨重的代价 所以我觉得这个奥巴马如果 其实奥巴马目前他的处境也不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事情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 我想会引起在美国国内来说 也会引起很大的反弹 因为有很多捍卫自己隐私权的人 会觉得说 我真的陷入到全民公敌 那个电影里头的情境去了 我的每一个行动可能都被监听 可能都被就是一个无形的这个罩子罩在那 人家都知道了 是的 的确这个就像这个Franklin他所讲的 就是这个不能为国家安全而无限上纲 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的确呢 就是如果说这个为了国家安全之名 可以进行扩权的话 他就可能会变成是滥权 滥权的下一步呢 就可能是成为极权 而美国人也就是因为这个立国的精神 还有他们的文化的背景 让他们对这样的一个事情非常的敏感 也就是要一直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敏感 然后呢反对政府的进行的扩权 才能够长久的保有一个国家的自由跟民主 而休息一下之后呢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呢 现在北韩提议呢 要跟美国人来进行谈判了 但是美国人会接受的可能性应该很低 北韩政府表示呢 为了解除南北韩的紧张关系 提议要跟美国进行高官级的会谈 北韩方面表示 这是为了降低南北韩的紧张关系 所以北韩有必要跟美国来进行会谈 此外呢北韩官方也表示 美国人所说的无核武事件 北韩认为是大有问题在 建议呢要跟美国跟北韩呢 两个国家应该要一起坐下来 好好谈一谈来消除更多 不必要的疑虑跟紧张 教授我们现在想要请教您的就是呢 这个金正恩他现在呢 上台也等于是有超过一年半左右了 那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呢 他把他爸爸在位这个 接近二十年所有能够使用的招数 他一年半呢全部都已经用光了 从这个文攻武嚇开始 到现在呢就是一系列的这个谈判 之前是接见了日本的这个局级的官员 那接下来后来呢又说要跟这个 要跟这个大陆呢 派人到大陆去进行这个会晤 接下来就说要跟南韩进行 开城工业区的谈判 现在又要说跟这个美国人 要进行谈判 您觉得就是金正恩这一年多来 这一年半以来 他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他葫芦里麦的是什么样 我觉得别小看这个年纪轻轻的领导人 他其实我觉得 这个老谋生算的程度 不雅于就是说他的副祖辈 而且他在这个 就是以他这么一个光脚的这个身份 他没什么筹码嘛 可是他可以把所有的周遭的国家 包含邻国和大国都耍得团团转 那你就不能不说这个人是 有几分本事了 从文攻武嚇到就是说 跟日本啊 跟南韩啊 跟中国大陆啊 现在出招要跟美国来谈 我觉得他所有的这些招数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在拖时间 就是我争取时间 让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核武 能够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 我就争取时间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永和的国家 所以我给你们很多的糖果 来引诱你们跟我坐上谈判桌 在关键的时刻 我抛出某个动作 你比如说在这个 这个欧习会 这个就是欧巴马跟习近平这个会晤之前 他这个抛出来说他愿意这个跟这个南韩进行这个恢复这个开城工业区啊 等等的这个运作的谈判 有点让你北京觉得这个超过了一些 所以你北京很不满意 那我现在愿意接受六方会谈 我愿意跟南韩这个恢复比较友好的关系等等 等到这个习近平跟欧巴马会完了之后 你看他就说 南韩你派的这个来谈的人成绩太低了 你没派部长来我不跟你谈了 就把门关起来了 那现在呢他又说他愿意跟美国谈 那事实上北韩一向的立场就是说 什么六方会谈呢 我根本都不要跟你们谈 我真正的谈判对手是美国 那事实上他已经跟美国从欧巴马上来 第一任你投赛也谈过了四次了 可是双方面的立场是南辕北辙 那么美国来说你是一定要放弃核武 要实现朝鲜半岛的乌核化 然后停止发展你的长城这个飞弹 那么我才愿意跟你谈 那么他的他的说法就是说 好啊我可以乌核化 那你们大家也都要乌核化 那就放在一个大的框架里头来谈 怎么只针对我北韩来谈 对不对 他就有很多理由 他这样子不断的在这个讨价还价当中呢 他就争取到很多的时间 那到最后呢 北韩也发展出他的这个盒子弹头 他又跟一郎合作 所以发展核子弹头 又有自己的长城飞弹 他又跟一郎合作 所以用核子弹头交换核子 交换长城飞弹等等 他有他整套的盘算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年轻人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 城府很深 他每一朝起 他都知道说你会有什么反应 那然后我会再出个什么起 然后再把你拖住 因为很清楚的 朝鲜半岛跟他的邻居的这些国家 不管是日本啊 这种这个或者是大国 像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 或者俄国 没有一个人希望见到朝鲜半岛 真的发生军事冲突 所以我就知道你们有这个心态 所以我就一直玩危险边缘的游戏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 你要看穿他的话 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 对您刚讲到的这个 笃定的这个心态 就是打赌不希望 这个朝鲜半岛发生战争 而且也打赌 就是没有人希望看到 北朝鲜会崩溃 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有没有可能现在有了 另外一种思维 就是如果我们来看这个 北韩他们过去这20年 发展这个核武的 当然就成如教授您所讲的 永和是最后的目的 那现在所有做的这个事情 都是在拖时间 那拖时间了以后 就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它 是一个核武国家的事实 但是有没有可能 就是在现在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了以后 他就会觉得是说 现在他想要进行永和的方式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习近平反而觉得说 干脆让你垮掉算了 他会不会没有算到这一个 我觉得其实他应该要想清楚 因为王毅老早就讲的话了 我们不能允许人家 在我们家门口惹事情 而且在这一点上头 就是在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这一点上头 北京市跟华盛顿 有的利益的交集的 所以我觉得金正恩就是说 你可以玩 你可以闹 你可以爱草的孩子有糖吃 但是不能闹过火 你闹过火的话 就是两个巴掌 的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或许他必须要知道这些